乌克兰作为军事冲突的主战场 正在面临着越发严峻的战争危机 而欧洲作为能源冲突的主战场 同样也在面临着严重的能源危机和价格危机 最关键的是欧洲地区的危机 还是欧盟国家自己一手造成的 这让欧盟居民相当不痛快 因此就有了欧洲居民每开二度的行动 直接要求捷克政府立即辞职 同时退出欧盟和北约 在捷克极右翼和极左翼政党的联合推动下 数万名捷克居民再次走上了首都街头 这些居民全程高呼下台的口号 要求捷克政府马上集体辞职 让能够保证捷克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政府上台 抗议者指出 目前的捷克政府已经背叛了捷克居民 彻底沦为了欧盟和北约的傀儡 与此同时 捷克抗议政党也指控称 捷克政府正在把捷克拖入到一场本不相干的冲突中 试图以捷克国家利益为牺牲品 维护北约和欧盟的集体利益 就像能源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 因此捷克政府必须下台 让思想更加独立的政府上台 而新政府的第一件事就是退出欧盟和北约 保证政治独立性的同时 改善捷克与俄罗斯的能源关系 而这也不是捷克首次爆发针对政府的抗议活动了 早在三周前 七万余名捷克居民 就走上了街头举行了反政府抗议 同样是要求政府立即下台 和捷克退出欧盟和北约 虽然现在的抗议人数略少于三周前的 但是却远比三周前的抗议 有着更大的连锁反应 因为一个月内 连续举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 已经说明了捷克居民 对于目前的捷克政府已经忍无可忍了 同时也是对欧盟和北约的无法容忍 因此当在一次的抗议活动举行后 捷克媒体和欧盟媒体大肆报道 让捷克的退出北约和欧盟呼声 传遍了整个欧盟 事实上 捷克并不是唯一采取反政府抗议的国家 也不是唯一一个喊出退出北约和欧盟的国家 在过去的三周内 奥地利和法国以及德国 都燃起了退出欧盟和北约的抗议火苗 都将能源危机和经济衰退问题的矛头 指向了欧盟 就像欧洲政客说的一样 欧盟国家的极右翼和右翼自由思想正在崛起 在如今的反欧盟和北约浪潮下 极右翼和右翼政党纷纷胜选 取代了原有的中左翼政党 成为了欧盟国家新的执政党 这直接证明欧盟居民对欧盟的不满正在加剧 推选这样的政党 也同时证明他们拥有反击欧盟的武器 就像刚刚举行了大选的意大利 中左翼政党就被极右翼政党兄弟党组建的联盟击败 而兄弟党一直被称为欧盟反对党 这一党派不仅反对欧盟的整体决议 同时也反对意大利被欧盟束缚 甚至该党领袖曾经喊出过退出欧盟的口号 总而言之 目前的欧盟在规模上还是曾经的欧盟 但是其内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撕裂问题 越来越多的政党正在行动 越来越多的居民正在抗议 呼吁各国政府从欧盟霸权中独立出来 将自己国家的基本利益摆在第一位上 而这样分歧 终有一日会彻底撕裂欧盟 只不过欧盟现在仍沉浸在高压幻想中 试图采取前所未有的内部措施打压 部分成员国 进而巩固欧盟的制高地位 然而就像匈牙利总理说的一样 成员国都是独立的 这不仅意味着国家独立 也意味着政治和主权独立 而不是欧盟的政治附庸 我们昨天给大家说了 对北西管道发起突袭 这开了一个极度危险的先例 虽然被袭击的管道是在欧洲 但是袭击的是俄罗斯的能源管道 这近乎是对一个国家的宣战 虽然不是在俄罗斯的领海发生的袭击事件 但俄罗斯已经直接喊话 美国必须要给俄罗斯一个交代 俄罗斯总统普京一声令下 已经对北西能源管道爆炸事件展开调查 并放出狠话 如果调查做时是美方破坏炸毁的 那么俄罗斯将会对美国运往欧洲的天然气船只 进行灾难性暴富打击 果然俄罗斯发飙了 报仇不过夜的普京从来不吃哑巴亏 不管你是美国还是北约 此言一出 不但美国心惊胆战 整个欧洲更是提心吊胆 此前拜登和布林肯都曾经说过 要毁灭北西能源管道的狠话 并且说有的是办法 并且就在北西能源管道爆炸之前 美国的军舰还在这一区域进行军演 此前美国也曾在附近海域进行水下爆破演习 如今俄罗斯的两条北西管道全部遭到爆炸破坏 更加可疑的是 就在俄罗斯管道遭袭之时 一架美国的侦察机就在上空游异 所以俄罗斯能源管道遭袭 美国难辞其咎 我们看到 被俄罗斯盯上了的美国赶紧站出来辩解 不是我们干的 这样干对美国有什么好处 这应该就是俄罗斯离间美国和欧洲的离间计 欧洲的小朋友们可千万不要相信 俄罗斯 这是故意不给你们输气才炸毁的北西管道 美国不承认是在情理之中 大家看看这么多年来美国干的缺德是那么多 他承认的又有几件 但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美国如此疯狂 也为自己埋下了巨大的安全隐患 我们前面给大家说了 俄罗斯已经放下狠话 如果查证是美国干的 俄罗斯必将展开疯狂的灾难性的报复 还有大家想想 美国在大洋底下同样有大量的光缆和管道 俄罗斯完全有能力进行报复偷袭 如果都这样以牙还牙 这个世界不就乱套了吗 尽管欧盟还在咬牙切齿地声称 任何对欧洲能源基础设施的蓄意破坏 都是不可接受的 并将导致欧洲最强烈的反应 但是如果发起破坏的是美国老大 他们又会怎么反应呢 恐怕只能打掉牙网杜利燕吧 更加搞笑的是 欧洲的一些国家 开始想方设法地把责任推到俄罗斯的头上 称就是俄罗斯故意炸毁了北溪 看到了吧 这些欧洲政客们被美国卖了 还帮美国赎钱呢 美国把这些国家往火坑里推 他们竟然还跟在美国的屁股 后面谴责俄罗斯呢 有这样的政客们在左右的欧洲 欧洲不沦落不衰败才怪呢 对于这些愚蠢的声音 普京都被气笑了 也难怪这些西方国家不敢查找幕后真凶 因为即便知道是美国炸的 他们又能如何呢 在这场突如而来的能源战争面前 影响最大手当其冲的就是德国 之前有消息称 德国和俄罗斯正在进行秘密谈判 德国不向乌克兰援助重型武器装备 换取俄罗斯开启北溪二号能源管道 给德国输气 如今好了两条管道同时遭袭 等于彻底掐断了俄罗斯 给欧洲和德国输气的渠道 这样一来不但对欧洲民众造成巨大影响 同时还会影响德国以及法国等欧洲领头羊的经济 在当前能源紧缺之下许多欧洲的工厂都已经停工了 在北溪能源管道没有修复之前 俄罗斯如果再想给德国输送能源 必须要走陆路通道 而陆路通道要途经波兰和乌克兰 很显然这一条路也走不通了 而一旦俄罗斯对美国运往欧洲的能源传之报复的话 没了俄罗斯能源 再没有了美国的高价能源 这个冬天恐怕欧洲只能喝西北风取暖了 现在德国丹麦瑞典正在救世故原因展开调查 欧盟那么多国家 为什么是这三国率先开启调查 表面看原因是 德国是北溪管道接受过 爆炸地点发生在丹麦和瑞典水域 三国属于事故相关方 但实际上远非如此简单 波兰前外长则在社交媒体上 写了一句感谢美国 随后被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瓦转发 波兰这番操作 已被舆论界亵渎为美国 为幕后黑手的证据之一 但如果仔细分析 这点恰好证明了波兰的嫌疑 除了美国和英国之外 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是乌克兰最坚定的支持者 原因很简单 他们都有过被俄罗斯支配的恐惧 且极端恐惧俄罗斯卷土重来 所以极端反俄 当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土地上 搞入俄宫头时 他们的恐惧达到顶点 在极度的恐惧下 斩断北西管道 也相当于斩断俄罗斯和德国的纽带 逼迫俄罗斯反俄 只有德国全面反俄 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才会多一份安全感 再加上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对美英本身也非常依赖 所以波兰和波罗的海三国 也是潜在的嫌疑者 只不过他们体量不大 大家都把目光聚焦在美俄身上 而忽略了他们 最后再说一句 北西管道爆炸这事 最终大概率会演变为谜团 请不吝点赞订阅